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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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晚就是讲那个 静行品 正行品是《大方讲法花盐经》里面的一品 大家手上有些讲义 这个讲义是个经文 因为本身的经文里面 是没有分开第一点、第二点的 但是我找这个经文给大家 就比较清晰一点 知道这个经文 第一点是讲十种的三页 第二点是讲十种的巨竹 即是分给大家 变成你们再听课的时候 就比较清晰一点 大家有没有听过《大方讲法花盐经》? 你们有没有中过这本经? 有没有因缘中过这本经? 有没有? 有些居士你们都中过 花盐经是非常大的一套经典 但花盐经里面 它其实有分开 有八十花盐 有六十花盐 还有四十花盐 但这个正行品 它就在《八十花盐经》里面 《花盐经》 它有三种殊性 第一就是花盐大教里面 是如来的根本法律 好像百川归海一样 同样一切的法门 都是入于花盐法海 作为它的归宿 所以一切的经典 都可以说是属于《花盐经》的卷属 第二的殊性 就是《花盐经》里面 就是《皮罗遮罗佛》所说的 而其他的经典 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花盐经》最初三七日 就是《花盐经》 演说《花盐经》 在哪一段时间呢? 就是在佛城道之后 最初二十一日之内 而说出《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而说出《花盐经》 《七处九回》 来演说《鱼来的果海》 《花盐经》讲《佛所亲证的境界》 而《法花经》 就是讲佛的知见 能够入佛的知见 就是能够亲证了佛的境界 所以在这里讲佛城道的境界 其实有一首《释迦牟尼佛》 他概括地讲了《花盐经》的《七处九回》 那首《释迦牟尼佛》 他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回就是在菩提道场 因为这里讲他有《七处九回》 第九回就是《奇缘世多林》 即是《奇树级孤独园》 而第二回就是《韬利天》 第四回就是《夜摩天》 而在《普光明典》 就是讲第二回 第七回和第八回 在《普光明典》 其实它是距离菩提道场很近的 就是在《尼廉禅河边》 在《兜率天》 就是讲第五回 在《他化自在天》 就是讲第六回 所以就是有《七处九回》 就是说有七个地方 他讲了《九回》 在《七处九回》里面 讲《花盐经》 最初在《菩提道场》 就是以《普言菩萨》 为《回主》 讲《疲劳遮来如来》 依正恩果法门 佛陀最初成佛 就是在《定宗》里面 讲《花盐》 一开始 它就是讲佛的境界 这一回总共有六品十一卷 第一品就叫做《世主妙言品》 而这六品之中 前面这五品就是讲佛的境界 以及它的功德 而第六品就是讲佛的恩 在《清凉情观角诗》里面 它就将这一回定它为 举果劝乐新信份 它是解释了《花盐》是最圆满的 而这个《清凉角诗》 它也都将这本经 概括成为了《七处九回》 《五周四份》 这四份就是讲《信解行政》 初会是属于第一份 第二会到第七会 都叫做解分 我们看看 这个《信解行政》之中 这个解是最重要的 它已经包括了由第二会到第七会 我们从这样看到它的重要性 我们一定要真实地理解误入 才能够起这个实修 才能够正入得到成就 我们看看 那《释迦牟尼佛》说法了四十九年 他给我们众生能够开示误入佛的知见 能够深开意解 大开途解 第二会的地点 就是这个普光明殿 民主施利菩萨就是为这一会的会主 他说了《十信法门》 他说了十信法门 佛法大海唯有这个信才能够入 唯有这个知才能够到 对佛法产生的信心 要有这个大的智慧 所以民主施利菩萨就是为这一会的会主 第二会里面有六品经 就是这个如来明昊品 四圣帝品 光明觉品 这三品都是讲如来的正报 菩萨问明品 正行品 这三品就是讲这个文法 听闻佛法之后 而起修行的 正行品是属于《八十花严经》里面的第十一品 就是在这个第十四卷里面 菩萨问明品就是讲信中的解 而正行品就是讲信中的行 我们深信佛法 我们有信心之后 我们怎样才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能够实行呢? 我们怎样才能够在这个起心动念之中 日用在我们每一日的修行的实践里面呢? 我们怎样才能够在佛菩萨解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呢? 是那种觉悟 我们有智慧有慈悲 每一日都过着这种解脱的生活 在这个正行品里面 开示我们有十顺慧的菩萨 如何在生活中间里面修行 在这个了生死之中的生活 在这个生活之中的了生死 这个就是正行品的主子 第三回的地点就是这个涛利天公 是以这个法慧菩萨为这一回的回主 他就是讲这个十住的法门 菩萨修正的位置是十顺、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佛果 五十三个位置 在第三回里面有这个六品经 第一品就是声衰微山顶品 第二品就是衰微山顶上激赞品 第三品就是十住品 第四品就是凡行品 第五品就是初发心功德品 第六品就是明法品 在第二会里面的正行品 就是这个顺慧菩萨所发的 他说这个有 随时教导众生发愿 菩萨在家 当愿众生 知家圣空 免其迫白 见到一切都能够马上去善考法愿 凡夫的心转为佛菩萨的心 将这个生灭的心 就是转变为 不生不灭的真心相应的菩提誓愿 教导我们念念不要忘记众生 念念不要忘记成佛 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愿一切的众生都能够成佛 这个就是正行品里面所说的有 在这凡行品里面 就是说凶的 就是说明这个般若的凶义 在这个普言行愿品里面 亦都说道后的普言 一切如来有长子 比明浩药普言尊 普言菩萨是一切如来的长子 他是直接依这个法界性而起修 依我们的真如妙心而起修 所修的就是十大的行愿 他所有的行愿都是尽虚空偏法界 这个虚空无尽众生无尽 他所有的行愿都是无有尽其的 这个都是这个法界性 依这个真如妙心而直接起修行 是这个甚深广大不可思议的 在这个《花言经》里面 讲普言菩萨的行门 有一位是前的普言 和一位后的普言 这个为前的普言 就是普言三会品之中所说的 而为后的普言就是普言行愿品 第四会就是夜摩天公 以这个功德菩萨为这一会的会主 他就是说这个十行的法门 第五会就是这个兜率天公 以这个金光状菩萨为他的会主 就是说这个十回向的法门 第六会就是这个他化自在天公 以这个金光状菩萨为会主 就是说这个十地的法门 第七会就是这个普光明典 是以这个毗罗遮罗如来为会主 就是说出这个阿僧其数量的法门 以这个如来除好光明功德 又有这个普言等的诸大菩萨 讲这个十大三会等的圣妙的法门 总共就有十一卷经 这个就是第七会的 我们要学花严经 首先要懂得七处九会 和这个五周四分 那五周是指什么呢? 第一周就是说所信恩果周 就是初会的菩提道场 以这个普言菩萨为会主 而讲如来成佛以后的果地的功德 这个就是举果劝乐 新信分 他所信的就是佛 先是讲成佛的果 再讲成佛的恩 这一会就称为所信恩果周 这一周是属于这个信分 解分有两周 就是第二周 差别恩果周 和第三个平等恩果周 平等恩果周 就是普言行 在这个 说明了这个恩核果海 在这个如来出现品里面 就是说明了这个果切恩缘 所以 恩核果海 果切恩缘 这个恩果是不义的 就是称为平等恩果周 这两周 就是第二、第三周 是从第二会到第七会 第八会 就是第三次在普光明殿 以普慧菩萨为这一会的会主 就是总共一品的经 就是离世间品 这一品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菩萨的六度万行里面 都是从这一品里面开出来的 普慧菩萨 就是入于这个 花炎藏庄严三会 在这一种的花炎庄严 花藏庄严三会之中 是提出了两百个问题 来请教这个普言菩萨 但是普言菩萨 他每一个问题都给了他十个答案 就是说有两百个问题 每一个问题有十个答案 就是总共有两千个答案 在这个五周四份里面 就称为成行恩果周 就是实行和实际修持的方法 在这个四份里面 就称为托法进修成行分 情观国师 他有说 普慧云兴二百文 普言平舍千筹 就是给了两千个答案 前面所说的菩萨修正的次第 有五十二位 就是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觉 妙觉 这些都是一位一位分开来说 所以叫做行报 到了这个离世间品里面 就是总括来说 我们怎样去修行 所以叫做圆容 所以说行报不外圆容 圆容不外行报 菩萨的六道万行 都是由这个离世间品开展出来的 所以古人将这个离世间品 单独抽出来印给大家 那种就是导世经 在第九会 就是在奇缘世多林 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经 奇述级孤独园 是以这个如来和他的善友为他的会主 就有本末这两会 本会就是世尊放光燕上 答诸佛菩萨的念请 他说在这个花炎海会之中 有一些菩萨 他的心里面在想 请佛回答他的问题 菩萨只是心里面在想 他没有开口提问出来 因为这样 他所念的问题 是很高的菩萨所修正的境界 是离言语的境界 所以佛陀就放光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佛陀一一地放光 这些菩萨们看到佛陀所放的光明 马上就能够得到他所问的问题的答案 能够得到解脱 解脱了他的答案 在最后这个末会里面 是文殊施理菩萨从善主流角 来到这个人间 道化了六千位的比丘 令他们都能够开悟 而且指示了善才同志三伙 参访五十三位的善知识 这个本末两会合起来 就称为入法戒品 在第九会里面 在五周四分之中 是属于正入恩果周 依人正入成为德分 正入佛地 成就了佛陀的万德的庄业 这些都是略讲花严经的七处九会 五周四分 对这个《传本经》 有一个大距的印象给大家 这个《正行品》 就是《大方广佛花严经》之中的一品 如果我们要讲《大方广佛花严经》 这个经名 它虽然很长 但是要讲很长的时间 现在因为的时间关系 我就是简单地去讲这个经题 《大方广》就是境界 《佛花严》就是能力 就是要我们用佛花严的能力 来进入《大方广佛花严经》 再将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贯穿起来成为了一个有系统的我们称为经 简单地说 《大方广》是《体》和《相》和《用》的意思 《体》是指本体 《相》就是指相貌或者是时相或者是现象 《广佛花严》就是作用或者是描用 《重体》就是能产生种种的相貌 发挥种种的妙容 但是看的本身是看不到的 只能够感受而得到的 所谓看到本体 是用这个胃眼或者我们的心眼去看到 而并非是我们的肉眼可能才能够看到 所以现在所依据这本经 《八十花严经》里面的静行品 翻译《八十卷花严经》的人 是十叉兰陀三藏法师 他是属于于田角的人 十叉兰陀法师在我们中国里面 翻译为学起法师 这位法师能够精通大小城的经典 而这位法师他抵达到我们中国之后 立即就被请到皇宫里面 有一间叫大片空子 在这间大片空子里面 就是翻译这本《花严经》 当时武则天皇帝亲自去到这个疫场而巡视 他写了一篇罪 武则天当时写了一篇罪 这位十叉兰陀法师在我们中国的时间 就不是很长的时间 他在这里逆了 总共有十九步的经典 后来因为这位法师很挂念他母亲 他就回到于田角 后来法师离开中国之后 武则天也下台 当时唐忠忠继维成为皇帝 唐忠忠又再次请这位法师再来中国 皇帝也亲自去到城门外来迎接 当时那个场面是非常之隆重和壮严的 但可惜这位法师再次来中国之后 他还未开始进行翻译经典 他已经有病而过了身 当时这位法师很可惜 只有五十九岁 他火化了之后 他的舌根没有坏 而他火化了之后的骨灰和他的舍利 当时皇帝也送回于田角 让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建塔来供养 但后来的人也在法师逃避的地方 而建立了这个塔来纪念这位法师 正行品在《花盐经》之中是属于第十一品 第十四卷 在这个七处九会之中 亦属于第二回 是这个普光明典 以这个文殊菩萨为这一回的会主 来说这个十信法末 正行品是解释这个信中之行 真是理解了 然后要开始起这个实际的修行 这一品就是文殊菩萨教导我们 如何在这个现实生活之中 过佛菩萨的解脱自在 和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 如何在这个现实生活之中 代仁哲物 逢源对境 逢源对境之中 能够善用其心 能够增长我们的卑志 做到超凡入性 不离开这个佛法 而行这个世法 不废这个世法 而正得这个佛法 正行品对我们学习佛法 是比较初级的人来说 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之中 如何让我们每一日 每一分 每一秒 都有这个智慧 都有这个觉悟 都有这个慈悲 就在生活之中 了生死 生活之中能够超凡入性 所以它是非常之重要的一品 你们看一下 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人间 来教化众生 示现在各行各业里面 但是外表看起来 佛菩萨跟我们 跟我们是一样的生活 工作 但是它的内心 就跟我们完全不同了 因为佛菩萨能够是 安住在这个一真法界里面 而我们就是住在这个六度轮回里面 所以我们的心要时尚 我们的心 一般的人的心 时时在这个贪心之 住在这个三恶度里面 我们怎样将自己的心 能够转变过来 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 能够安住在这个一真法界呢 所以我们就需要学习这个正行品 正行品 行就是你所行的 正就是代表了清静 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所行清静 才能够得到这个性果 如果我们所行的不清静 那么我们一定不能够得到这个性果 我们学习佛法以后 我们怎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做到身与二三业清静 而且是无过失呢 这个是不容易的 要我们完全清静无过失 只有佛陀 我们看一下佛陀的十八不共法 身无过失 乙无过失 乙无过失 身与二三业 完全清静 过正得缘 三业随时的缘力 名为所行 考愿防飞 离过成得 名为清静 我们依照佛菩萨的教会 去生活 行在这个世间 不会有障碍 增长我们的信心 这个就叫做静行品 我们在这个世间 虽然学佛 或者是比较长时间 有没有障碍呢 大家觉得是有的 一定是有我们的障碍的 我们的智慧也都是不够 我们想学多几本经书 又不懂得里面的义理 这个就是障碍了我们 逢原地对境 而生起这个烦恼 我们的心 转不过来 这个就是障碍了 我们学佛多年 觉得总是在这个原地 在那里踏步 所以说我们要 由这个原地 现在要转 踏向这个静行品 所以说考愿防飞 离过成得 离过就是成就断得 静行品的继续 见到一切都可以 很巧妙地去发愿 譬如里面说 见激次数 当愿众生 侄得展随三毒之痴 我们去到经激之中 我们不生起烦恼 我们马上就发愿了 愿一切众生 都能够促逐 展随我们的贪亲痴的三毒的痴 这种就是属于离过 我们遇到一切的境界 心都是如如不动 这个就是成德 就是成就这个自德 和这个卑德 在这个静行品里面 也有说 若见果实 当愿众生 获罪圣法 正菩提到 我们看到一个苹果 我们马上就发愿 愿一切众生 都能够成就这个佛果 我们这样一发愿 是非常善巧 就能够将一切毫无意义的 世间的法转变成为这个佛法 这些都是文殊菩萨 善巧方便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 卑至相运 明为所行 行越凡小 故清清静 所行的清静 就是静行品 在生活之中 一切的起心动念 都是能够卑至相运 能够超越这个凡夫的妄想 分别濕着 超越这个凡夫的不觉 超越小乘的单求智利 正行品就是 心同文殊心 行同抱然行 我们的行为 就是跟抱然菩萨一样 一举手一头足 都是港大的修行的法门 我们的心就像文殊师利菩萨 这样的智慧的心 所以称为静行品 静行品的宗趣 是实修的方法 是以这个随时考愿 防心不散 增长菩萨的卑至大行 为他的宗趣 成为了抱然实德为趣 遇到任何一件事情 都能够善考方便的法愿 这一品里面 下方就是这个流离世界 这个凡智愈来 作为这个上手的弟子 就是自守菩萨 就向文殊师利菩萨 提出了110个问题 而文殊师利菩萨 也回答他110个答案 都是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所遇到的境界 所以随时考愿 防心不散 防护我们的心 保护我们的心 不会散乱 能够念念的心 和法相应 增长我们这个悲致的大行 增长这个慈悲 增长我们的智慧 收这个抱然行 精神品就是教导佛弟子 如何在生活之中 成就了清静的身与意的功德 心里面所想 口里面所说 身体所做 都是防止一切的过患 都不起这个贪亲痴 而达到这个清静 这个就是智者 龙叔菩萨他说 智者就是在这个明觉状态下 智觉这样去利益自己 利益他人 所以称为智者 明觉状态就是 能够随时随地 保持了这个正知正念 这个就是智慧 智觉这样利益自己 利益他人 这个就是收福德 这个福德智慧相运 这个就是智者 以智慧前度来行这个大悲 无我利他就是静行 学习静行品要达到的目标 就是将这个凡夫的迷惑 颠倒的不正行 转变成为了 十顺慧的菩萨的正行 十顺慧的菩萨 他能够看得破 能够放得下 增长这个卑制的正行 能够按照正行品的教导 善用其心 遇到一切的境界的相 就能够不迷惑 不被这个境界所转 就能够看破和放下 能够启发这个本有的智慧 我们有了智慧之后 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能够通达无碍 我们有了智慧 就没有烦恼 我们有这个慈悲 就没有这个冤家 如果我们没有了这种智慧 就是会在这个梦幻抛影 那个虚幻的境界里面 生在这个妄想 分别 执着 就会去计较 个人的利害 得失 这些就是 看不破了 就是会觉得 障碍重重 烦恼痛苦 也都不断在我们里面 就不能够善用其心了 按照文殊菩萨的教导 我们就好像文殊菩萨一样 每一日 每一时 每一刻 都能够过着一些有智慧 而醒觉的生活 过着这些卑质相运的生活 在这个生活之中 能够了生死 以这个智慧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的工作 这样就能够遵守这个普言大事的德 这个就是这本经教我们修行的方法 这一品文里面 就是《花严经》的第十一品 在这个经文里面 大家看过经文 他就说 以时自守菩萨 问文殊施利菩萨言 这一段文 就是解释这个正文 在这个二十一个云河之中 分出了十一个小段 每一段有十句 这十句就是表示了 重重无尽的道理 在《花严经》的道理是重重无尽 亦都是无尽重重 这个道理就是说不完的 只是用十句来代表 所以每一段里面就有十句 加上就有一百一十个愿 就是有一百一十种的德 第一段就是说三叶要清正 我们要离开这个过失 三叶离开这个过失 叶就没有了 没有叶就成就了这个修德 所以第一段就叫做 三叶离过成德 而第二段就叫做德堪传法器 德堪传法器这一种的程度 就能够可以得到作为这个法器 法器就是指能够说法 教化众生 第三段就叫做成就众位 就是能够成就一切的智慧 第四段就叫做具道恩怨 具足修道的恩怨 第五段就是愚法善巧 第六段就是修涅槃恩 在这个修恩的时候 要修涅槃的恩 涅槃是繁语 翻译我们中国的语言 就叫做不生不灭 第七就是满菩萨行 修行是要满菩萨所修行的道路 菩萨所修的是什么呢 就是修这个六度万行 第八就是叫做得十力志 第九就是十王救护 第十就是能为遥益 第十一就是超胜尊贵 这一品的主角 就是自守菩萨和文殊私利菩萨 两人的一问一答 就是好像我们说 你唱我 去讨论这个佛法 以时自守菩萨 闻文殊私利菩萨言 佛子 菩萨云何得 无过失身与以业 就在我们第一段文里面 云何得不害身与以业 云何得不可毁身与以业 云何得不可坏身与以业 云何得不退转身与以业 云何得不可动身与以业 云何得殊胜身与以业 云何得清淨身与以业 云何得无厌身与以业 云何得智慧先度身与以业 经文之中自守菩萨 文法于这个文殊私利菩萨 是我们自圣海之中的后德志 和这个根本志的一种作用 现在这个自圣里面的根本志 要起这个作用 应该如何将这个身与以业 好圆满地表达出来呢 所谓的圆满 就是达到这个真善味的境界 我们应该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呢 自守菩萨发问了十个问题 我们简单地分了两部分来解释 第一部分就是消极的 就好像说无过失 不害不可毁不可坏不退转不可动 这六个是属于消极的 另外一部分是属于积极的 就是说殊性、清静、无染、智慧先度 这四个是属于积极的 清凉国师就将它分成为 身与以三业 乃至到如何免除这个贪、亲、痴、慢、疑、邪见等种种的过失 现在我们首先说 说就是何谓身与以业 我们先讲什么叫身与以业呢 其次再讲不害不可毁 身与以业呢 通常就是叫做身口意三业 我们时时讲三业要清净 是不是没有做坏事就是等于清净呢 在这个层次上来说 本身的定义就不是那么明显 是对我们身口意认知不能够的关系 身口意之中 以这个义业呢 就是为最重要的 因为义业是主管我们的观念 身业和口业呢 就是在这个观念的展现的部分 换句话来说 就是说 身业和口业呢 就是表现在外面的 是属于滋末的部分 表现得很坏 其实是出自内心的问题 你们大家都会觉得 内心呢 是没有想到它是坏的 但是做出来呢 就是坏的 这样的果报呢 并不重要 为什么呢 我说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是有一位禅师 他在他打坐的时候 有一位小沙微就拿了一杯茶给他喝 当他打坐完了之后呢 他就拿起那杯茶喝了 喝完之后呢 其实呢 他就没有注意到 就把茶杯放下 但是当他把茶杯放下的时候呢 很不小心 因为在他放下茶杯的位置呢 就有一只蚂蚁 就让他一放下杯 就把蚂蚁砸死了 其实他这种不是有意 那这位蚂蚁呢 因为他没有注意到 到冬天的时候 刚刚这段时间是冬天 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这个蚂蚁呢 就在想了 有一天呢 他就想 不如我去寺院 即在屋的外面呢 去打坐吧 他就去到一个懸崖上 就打坐了 那说回了 那只蚂蚁被他摘死了 那因为这个蚂蚁的蚂蚁身呢 就已经是最后 他头生是最后做蚂蚁身了 那他呢 就死了之后呢 他就投胎 投胎做了一只 做了一只山猪 那经过半年时间 因为他当时这位法师 是冬天那段时间的 刚刚冬天的时间 他就摘死了一只蚂蚁 到了他夏天的时下间 他就去这个懸崖打葬 那就是过了的时间里面 有半年了 那半年 这只山猪 即是说他出生了半岁 当时这只山猪呢 那些牙齿呢 就伸了 那这只山猪呢 就要在石头那里 磨他的牙 那刚刚这只山猪在这里磨牙 而这个蚂蚁呢 就在这个山的山脚下面打撞 那这只山猪呢 就磨磨一下牙呢 就把石头呢 就撞了下去 那这个石头呢 又刚刚打正这个蚂蚁 就把这个蚂蚁呢 就扎死了 那这个是一个报应 一个还一个报应 那这两只 即是说这只蚂蚁 和这位蚂蚁 他们亦都很撒脱地离开了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 为什麽事会死的 那对一个修行人来说 死只不过是这个息生的转换 我们要在这个定中 那这个息生的转换 根本是没有影响到我们的 但是他在内 还是在 这个法师 他再来修行的时候 他亦都是一个出家人 在这修行 由这样我们可以知道 那一步也不是很重要 我们更微小地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掌相 即我们的面相 语言 行为 都是从我们的意业显示出来的 所以我们自己是不知道 例如一些保守的人 他就会保持一些保守的行为 一些豪放的人 他就会做一些很豪放的动作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意业的原因 因而导致我们是这样的 那我们的身业与业 都是受到这个意业去操纵的 当你在邪念的时候 我们的口和身体 会偏向坏的方面 相反来 当我们的心里面做好事 说好话的时候 我们自然的口和身都会 是趋向于好的方面 所以佛法说 这些是我们的动机 例如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掃地 掃地其实是他的职责 因为你要做这份工作 要赚这份钱 但他看到一些小朋友在玩 他认为年轻的人 应该多多做事 他就叫这些年轻人 这些小朋友 帮忙去掃地 其实他的动机 究竟是自己懒惰不做 或是真的希望熱心去 帮助这些小朋友 不要浪费的时间 以及浪费的 他应该要做的事 不要这样 这些都是不同出的动机 如果你是说 我想培养这些小朋友 这些小朋友 培养他们很得行 很勤劳的习惯 就是利用这个 出这个很善良的动机 来教育他们 当然是好 他将来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果宝 如果他出于自己懒惰 去利用这些小朋友 他这个动机和果宝 亦都不是好 为何说动机 动机其实就是我们的观念 我们修行 我们修行 就是将不恰当的观念 和我们的行为 修正过来 因为观念 就像这个树根和这个树干 这个树干 如果我们不稳固的话 我们的枝叶也会动摇 这个树干 如果我们不稳固的话 我们的枝叶也会动摇 掉了 那棵树也不会倒 所以就是说 我们修行 就是要将我们的根幹 要坚固 这些不坚固的东西 或者错误的东西 我们就要把它除开 这些就是要我们 强化我们的义业 我们在义业当中的界定位 我们要去除 我们的贪亲之三毒 这些才是真正的修行 前面说过这个 无名的意思就是说 错误的观念和的认知 相反的知威 就是正确的知见 我们总结来说 修行就是要建立在这个 正确的观念 就是正确的人生观 和正确的生活的态度 不再迷惑在这个颠倒 这个观念建立起来 就会希望能够了脱生死 如果我们建立了正确的观念 我们去实行 我们就很快就能够了脱我们的生死 基本上一般人的生活 大都是错误颠倒 想要了生脱死 正到阿罗汉 这些是很难的事 因为没有错误的人生观 因为错误的人生观 我们就没有办法证到阿罗汉果 如果我们的人生观不正确 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成佛 所以佛法教我们要有正确 自在解脱的人生观 佛教在印度当时 是属于活潑 是最人性化的宗教 原因就是在这里 十句文话之中 第一句说 无过失身与二叶 一般解释都是以这句话为一个种 后面九句就是为别 如无过失就是能够达到清淨圆满 不害不可毁 不坏不退转 不可动等等 这些都是无过失的一个注解 既然是无过失 自然就是殊胜清淨无染着 这十句中 是以这个过程来说的 以这个智为先度是重要的 尤其是因地的人 要成就上面九个成就 必须要以这个智为先度 在佛门之中 修福不修为的人很多 因为修福是容易 修智慧对解脱是有帮助 修福就能够对这个享受有帮助 但是享受的同时 会不会造业呢 这个就很难说了 佛子菩萨云何德 无过失身与二叶 这段所问都是有关身与二叶的问题 首先说 这个通常呢 新与二叶就叫做新口与三叶 那这三叶是要清淨 这个新口与之中 这个叶 前面都说了 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为我们二叶是主宰了我们的观念 新与二叶是观念展现的部分 首先自首菩萨问 如何才能够使我们的新口与三叶 离开这个过失 成就一切的功德 人的一切的行为 不论是从身所表现 或者是心里面所动的念头 都有这个不静和过失 我们最大的过失 莫过于意念上的过失 念头最不容易控制 往往想的都是恶念 邪念 即使外表看来是没有什么恶念的痕迹 但是心里面已经属于有过失 人会说错话 做错事 会起这个邪念 因为外景的诱惑力 是非常之大 时时使我们不知不觉地犯了三叶的过失 假如一个三叶都没有过失的人 已经是最超胜是最尊贵的了 云何得不害身与二叶 不害就是说不损害 当你有损害别人的行为的时候 内心一定是充满了亲恨 从这个亲恨的心所表现出来的 都是害人的身与二叶 人可以用新业去杀人 也可以用语言去杀人 甚至可以用这个意业去杀人 行动上的杀害是有限 例如一个人拿着把刀去伤人 在语言上 是杀害人的也有很多 例如指挥人家去做杀业 这个就是用语言上 这个意业上的杀害更加更加多 例如发明核子弹的人 如果他能够做到不害人的身与二叶 他才能够遥益众生 云何得不可毁身与二叶 毁就是基毁 用这个身与二叶 基毁他人 如果能够得到不可毁的身与二叶 是没有这些基毁的烦恼 这样就能够得到这个十黄的护持 云何得不可毁身与二叶 在任何的恶元之下 我们的身与二叶都不受到破坏 不受到影响 一般的人 就是由于抵挡不住这个恶元的破坏 而导致到我们的身与二叶有这个过失 如果能够面临这个异境 仍然不为他所动 就得到的就是不可毁的身与二叶 就是能够得到这个佛的十力 云何得不退转身与二叶 不退转就是指 是修行到某一个阶段 就是不会再退转的 要怎样做到身与二叶 在任何的环境之下 都不会退转 这些就要是靠我们修行而得到的 修行的程度越高 退转的机会亦会最少 不单止修行所达到的境界 会退转 我们的信心亦有退转的可能 信心未达到不退转之前 对下一世 是否仍有机会学佛 这个我们是无法把握得到的 而要达到这个境界 是不退转 我们就要更加不简单 只有菩萨才有这个能力 得到这种高深的境界 到了八地菩萨以上 就能够得到完全不退转的境界 所以说得不退转的身与二叶 就能够满这个菩萨行 云合得不可动身与二叶 不动就是表示了如如不动 一般的人执着这个世间 贪着这个所有的上壮 所以就是被他所转动 碰到顺境的时候 就生起一个欢喜的心 如果遇到逆境的时候 就生起一个亲恨的心 佛菩萨对于这个信和逆的境界 都不执着 所以佛菩萨他的心 就是如如不动 一般的人对于逆境的忍耐力 都是算强的 对于这个逆境 对于一般的人对于这个逆境的忍耐力 都算是强的 对于这个顺境 就是毫无抵抗力 其实对于顺境 能够不动心 才是不简单 在佛陀弘法的时候 时时发生被人摘骂的事情 但是佛陀他不会被这些人 执骂他的事情 所转动他的 反而会把握他的机会 跟这些人去说法 甚至道化他们 同样有很多人 被人称赞佛陀 佛陀仍然以同样的态度 去对待他们 从来不会因为这个境界而激动过 得到远离所有的上的功德 这个就是能够得到这个涅槃的恩 云和德 殊性身与异业 殊性是表示了他的德性 都是圣人一等的 人的德行不够 所以还会有邪念 说错说话 做错事 云和德清淨身与异业 是表示这个身与异三业 都能够达到清淨 云和德无染身与异业 无染就是没有染污 控到任何的境界 这个身与异业都不会受到染污 我们的内心 时常受到外境所染污 而这些外境 多数是不好的境界 容易引起邪念 动这个恶念 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无染的身与异业 就是表示所有的外境 都不能够染污我们的自身 云和德智慧先导身与异业 以智慧就是为我们修行的导师 由这个智慧而引导我们的身与异业 作修行的功夫 就能够成就了这个仲慧 总上的十个问题 大略略我讲过了 下面有十段 第一段叫做堪传法器 第二段就是成就仲慧 第三段就是巨祷恩怨 第四段就是愚法善巧 第五段就是修裂盆恩 第六段就是满菩提行 第七段就是得十力智 第八段就是十王敬悟 第九段就是能为遥益 第十段就是超胜尊贵 现在就是说第一段 第一段就是叫做堪传法器 堪传法器就是我们的经文这段 就是说的十种具足 云何得生处具足 种族具足 家具足 色具足 相具足 念具足 慰具足 慰具足 行具足 无慰具足 觉悟具足 就是共有十种具足 第一种生处具足 就是指这个大的环境 如果我们生在这个非洲 又没有这个文化 又没有这个佛法的地方 我们思维的理路 是无法能够开展 不知道我们的生命的真实的意义 对于佛法的思维 和一般的思维 根本是无法去分别 这些就叫做生处具足 身在佛法 轻盛的地方 易于听闻佛法修行 入这个菩萨道 这个就是生处具足 种族具足 就是说种族具足 就是生在这个家族 种族很尊贵 生在这个黄族 或者生在这个 种姓尊贵的家族 第三就是家具足 就是说生在信向三宝 收集这个善法的家庭 在这个环境之下 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够学佛 信佛 你亦都想学佛 那这个就不成问题了 大家都生活在这个佛法里面 如此类推 我们一个的穿落 聚落里面都是这样 第四 色具足 就是指这个形式的端严 尚好的庄严 第五 尚具足 是具这个丈夫相 和说他的朱根都不会缺 这个是指我们自身五官的端正 如果我们四知不存五官不正 在这个菩提上想精进修行 都有他的一些障碍 第六就是念具足 就是指我们的心念 我们的正念要具足 正念不忘 我们能够随时保持我们的正念 我们行常以这个正知正念 第七就是慰具足 就是指我们的智慧要具足 念只是一种的状态 慰是更进一步 我们慰悟公明 能够善于转世间的法 成为佛法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去修行 第八就是行具足 就是指我们的行门要具足 我们要柔和、调善、离过修行 有悲、有志 有能够实修 具足这个大红力 就是行具足 有这个慈悲心 然后又有这个念具足 慰具足、有智慰 然后又能够实修 所以说是行具足 第九 无谓具足 就是按照这个大致道论 他说 菩萨有四种的无谓 第一就是 总词无谓 在这个法里面的记词 不怕会忘失 第二就是知根无谓 知道这个根而受法 不怕有差错 能够随顺众生的根基 一为众生说法 第三就是 缺而无谓 就是随问随能答 五位具 五 堪受回答众生 所有一切的问题 第四就是 答难无谓 就是有疑难的时候 都能够通达 不怕会障碍到 在任何疑难问题 都能够解答 都能够通达 无谓具足 就是 在修行当中的 定力 毅力 和魄力 和耐力 这四种 就叫做 无谓的具足 缺少其中一种 在修行 都不能够长久 第十就是 觉悟具足 面对世间 时时生起这个觉悟的心 时时生起这个智慧 不被世间法所迷惑 修学菩提道 我们是要觉悟 觉悟的层面有很多 好像 禅宗说 双周和尚是大悟三次 小悟无数次 总之 这些觉悟的能力 就是 先是要聚足 一个人要聚足 这十种的条件 包括了 内在和外在两方面 而前面的五种 是指外缘的条件 说到这个背景方面 这五种不聚足 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出家 要发心 入这个佛门 这五种如果能够聚足 后面五种条件 一般都是 都是比较欠缺的 需要医治这个善知识 来指导我们 念聚足的念 是指这个意念 做一件事 要有这个总体观 能够提起来 也能够贯 念在这个运作的时候 我们的智慧会告诉我们 对于这个状况 我们要有一种的选择 一般的人 对于生命的认知 往往是不够深入的 充其量 只是一种的生活 当有一天 你静下来 去思考 我们为什麽 这麽忙碌 会产生 很大的恐慌 一碰到这些恐慌 我们可能会逃避 不去想 这样 我们就觉得 属于是没有智慧 有时对于周边的朋友的死亡 会感到很无常 有一种的冲击 但这个时候 你要深入去面对它 去思考无常是什麽 在生活之中 这个挫折烦 是从哪里而来的呢 我们怎样才能够消灭它呢 这就牵涉到这个四圣帝 就是这个挫杂灭道 杂就是指苦的来源 对这个幻境的执着 才有这个苦 贪亲之 都是由这样而来的 将这个虚无 当正它是真实的 就会产生这个痛苦 而这个痛苦 在某种情况之下 往往又不是以这个痛苦的形态出现 而是隐藏在这个快乐和享受之中 这个苦只是一个符号 例如我们执着要拥有一层楼 当你得到的时候 你又怕失去了 你得到的时候 表面上是一种享乐 但是它在后面是隐含着这个 很怕会失去的痛苦 所以苦只是以这个隐含的认识 出现在我们里面 你对生命的实质 有这样去认识 对生活的苦 有这样去了解之后 用什么的方法 可以使得我们的苦 不再继续延续下去呢 就知道这个生命的无常 能够获得妥善的解脱呢 这些都是需要有我们的智慧 能够聚足这一方面的智慧 就知道我们 如何去行 因为你要找到一个方法 去解决这些问题 在百万四千法门里面 如何去选择有一门 能够贯彻到底 如何能够在这个菩提道上 行无所谓 就是要具备什么呢 具备四种条件 就是定力、魄力、毅力和内力 才能够行这个无谓 我们想要所行无外 必须要有善知识去指导我们 除非有一种人 他天生是具足的人 他具备了超乎常人的素质 对这个生命有敏锐的观察力 在这个生活上面 具有这个积极的创造力 这两者去结合 在这个生命的红楼之中 就会超远和突破自己 就可以主宰 有了这个观察力 他的念慧就能够具足 有了这个创造力 他的行、他的无谓就能够具足 正下来的就是觉悟的部分 能够依据经典 再将这两种能力结合 就是觉悟具足 就能够达到这个抱怨、行怨的境界 但是这种天生就有这个修行的人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修行呢? 这种人往往在一般人生之中 一定很能干、很有独立性 而且能够在社会上遭受这个挫折打击 他才会反省思考这个人生 这些就是他人生的转类点 要有缘进入佛门 修行就能够得到这个开始 以这个所具有的洞察力和这个创造力 绝对可以好好地修行 但一旦投入这个修行 这个念力、慧力和行力 和这个无慧力、觉悟力 通通都能够举足 这种人我们称为法行人 自己能够依法而修行的人 所以叫做法行人 另外一种人就叫做信行人 要做到一个成功的信行人 就是要依止善知识的修学 而且全部都接受他人的教导 不要到处攀缘 要能够接受师傅们 对自己的严格 对我们 他的师傅严格对我们 其实就是要我们破除我执 这样就是你的善知识 就是你的师傅 这十种具足 就是入佛门必备的条件 我们想行这个菩萨行 完成这个菩萨道 应该是努力培养 而且使得早日能够聚足 生聚足是非常之重要的 能够生在有佛法的地方 能够听闻到这个花燕经 就是种下了成佛金刚的种子 乃至到只能够听闻佛法 都是有甚深不可思议的功德 印度就是一位叫做世亲菩萨 世亲菩萨做了一本叫做 阿皮达磨驱舍论 简称可以叫做驱舍论 他做好这本驱舍论之后 他每一天就在他住的地方 大声地念诵这本驱舍论 有一只白甲 就在他住的房子的梁上面 他在这里结了一个着巢 我一听到这位世亲菩萨 念诵这个驱舍论 这只白甲就从他的巢里走出来 很专心地听世亲菩萨来念诵 天天都是这样 有一天世亲菩萨也如是这样 在念诵驱舍论 但是突然之间他发觉 为什么那只白甲不见 他再一看 原来那只白甲已经死了 世亲菩萨就用他的神通力 去观察那只白甲究竟投身到哪里 他就发现原来那只白甲 就是投身在我们这家寺院附近一家人里面 就是做了他的儿子 世亲菩萨等到几年之后 这个小朋友就长大了 世亲菩萨就去到这一家人家里 就跟父母说 他说 你可不可以让你的儿子跟我出家 世亲菩萨就跟父母说 这个小朋友跟佛法很有缘 因为他的父母是深信佛法 他亦都很仰慕世亲菩萨 所以他很欢喜地送了个儿子 跟世亲菩萨出家 因为这个小朋友是白甲转身 后来他就成为了很出名的安慰法师 这个安慰法师是属于一个论师 因为他一听到这个驱舍论 他就非常非常之欢喜 所以就是说一听到 亦都明白了驱舍论里面的意思 所以这个安慰法师 就是为这个驱舍论 作了很多种的注解 成为了这个驱舍论的专家 因为这个小朋友前身是一只白甲 他只是听到念诵这个驱舍论 他只是听闻这个佛法 都能够带给他来世 这个极大的利益 属于有这个殊性的二属国 这个就是能够生聚足 乃至于这个畜生度的众生 他如果只是听闻到这个佛法 都可以是这样的 何况我们能够听闻到 如来的根本法论 尤其是在《花盐经》里面 《花盐经》是称为《经宗之王》 当然就更加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和利益 第二段就是成就众位 就是指这个十种的位 混合得圣位 第一位 最上位 最圣位 无量位 无数位 不思议位 无语等位 不可量位 不可说位 那么共有十种的智慧 智慧是有这个简扎的作用 佛法的智慧和世间的智慧是有它的差别的 佛法的智慧并不等于这个聪明 我们不要搞错 智慧和聪明不一样的 那么聪明就是 聪明的人未必是有智慧的 聪明人的行为 有很多是违背这个法性的 会损人利己的非法的行为 不管他是有多聪明 或者是没有智慧的人 他的聪明只是细致辩充 聪明可能会带给他很多好处 也可能导致他会堕落 何佛的人是要求的 不是聪明 而是能够了解世间的真相 能够分辨这个黑白的智慧 能够分辨后 还要有选择的能力 这个就是智慧 聪慧就是超出世间的智慧 就是出世间觉悟的慧 第一位就是五 不单止超越了世间的智慧 更超越了声闻、圆角、异成人的智慧 最上位就是责权、教育 在佛陀道众生的时候 依他的根基的深淺而说法 根基的淺的众生 不能够接受这个无上的法门 就是为他说一些比较浅的法门 根基深的当然 能够提供给他最上的法门 因为这样 佛法就有这个深淺之分 这种智慧就是一种责别、权实、教化的智慧 如果没有这种分别的能力 就不能够知道自己是属于什么根基 又适合收什么法门 最上位就是佛的智慧 是所有智慧之中最殊性的 无量位就是智慧是没有这个数目可说的 不思以为就是智慧是不可以想像 不可以说 我们只可以在经典里面大约知道一些 然后依着去实行 当你达到那种程度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一切 无语等位就是智慧不可以用什么来比较 同时世间上没有任何一样的东西可以跟他比得上的 不可良位 智慧是不能够以衡量或者是比较的方法来了解 不可说谓 智慧只有这个亲身体验才能够了解 讲出来的已经不是智慧的本体 真正的智慧就好像一些雅的人吃了蜜糖一样 无法只讲出来 即使一间讲得出 还是跟本来有一段的距离 一些禅师用很多譬语来说明了 除了上面举雅的人吃蜜糖的例子 还有说如人喝水冷暖自知 这句话大家都明白了 哪个喝杯水的感觉都不同 是你自己才知道 他们都是深切感受到文字的不同 文字就是说感觉是我们知道 这一品就把智慧分成了十种 主要就是为了讲明了智慧的状况 我们还是得到一个很模糊的印象 除非是正道的境界 否则我们永远都不能明白得到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 下个礼拜我们再讲第三段 就是《巨道恩怨》 请大家合掌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对 大家一起来 对 大家一起来 感谢观看